如果自己没有这个定力 没有智慧 小小的挫折 就心里不高兴 成灰起来了 小小的利益 哎呦欢喜 贪恋就生出来了 这是佛菩萨的无能为力 就是帮不上忙 真正帮得上的 他天天反省 天天改过自行 这是帮忙的人最喜欢的 功夫在哪里呢 功夫就在生活当中 我看得不顺一声 我生不生气 要真不生气才行 无论是看到听到了 无动于衷 完全用智慧 用善巧方便来处置 那是宝恩 这个是个怨亲战主 他根本就不听我 我怎么劝他 他看见我掉头就走了 我们在讲经里都可以劝了 教学里都可以劝了 他有意无意就会听到了 那就是他的缘分 听到怎么样呢 我们了解 他怨恨人间低了 不再那么执着了 忽悔认错了 不见得 为什么 面子问题 这个面子还不少人呢 特别是读书人 带着有傲慢稀奇的人 知道错了 他也在改 表面上的不真人 有没有好处 有好处 我们总是一生 不断地来学习 不断地来劝道 没有人听 可也对着了 小的录像机听了 我以前学习 没有这些工具 那个时候已经有录音机了 我就对录音机讲 讲完了自己听 这个带子就可以传送给别人 缠身小苦 我们在一起学习的人越来越多 坚定信心 不知不悔 才能走向成功的道路 越是大成就 挫折就越多 就越大 你的惯惯痛苦 经得起折磨 经得起考验 你从未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